歡迎收看今天節目大盤今天又差一點創了波段新高 我們看一下今天又漲了48點 大盤今天收盤是9569 前天破的高點是9593 所以我們看到差一點點又創了波段新高 那我們看到這個盤式目前的格局就是一個漲個沒完沒了 當然如果特寫你看這10天來講 原則上它沒有什麼洞就在這裡盤整對不對 量能好像也稍微萎縮下來 可是盤跌不下來 為什麼跌不下來 我跟大家講過了這盤還沒有試 原因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為什麼電子還沒死啊對不對 那我們說電子還沒死大盤當然不會死 之前什麼股票沒有漲金融 最近在漲什麼最近漲金融對不對 天啊怎麼這麼強 那你可以看到從今年的1月份到5月 1月到5月金融都完全沒有漲 當時大盤在漲電子股在漲有沒有 有啊電子股在漲啊大盤也在漲啊對不對 可是金融股完全都沒有動 所以很多資金被困在這裡 包含什麼包含國泰金包含富邦金 這些非常大型的股票 當時困了很多資金困在這裡動彈不得 我相信當時去買金融股的人心裡很難過 別人股票在漲他股票在跌 心裡應該蠻痛苦的有沒有 哇天啊 大盤電子股在漲金融一直跌 哇天啊 大盤電子股在漲金融股一直跌 可是最近你發現他們資金都解套了對不對 這些資金都已經解套了 那想想看這些資金解套之後會跑到哪裡 他之前看別人在漲 哇這智威啊漲七倍 這個基亞智勤啊漲翻天了 他們要做什麼 他們資金撤出來之後解套之後 還是要去追小型的股票 你放心他不會去買大型的 那是不可能的 懂意思嗎 所以這時候依然維持一個類股輪動 所以大盤暫時不會死 包含電子股 紅海岩還沒死啊 所以我們說有一天會盤頭 有一天會轉空 那什麼情形 歷史經驗告訴人 在盤頭區只有全子股會先盤頭 那如果全子股沒有盤頭 你不用緊張 小型股是不會盤頭的 可能會急速下跌的 所以你要很小心 注意看大型股 你就知道這個盤會被掛掉的 那我們就現階段維持一個輪動 輪動的時候要非常小心什麼 要非常小心 不要倆固造幣 看得懂方向 看得懂趨勢 看得懂輪動的脈絡 錢賺不完 高手最喜歡這種盤 散戶不喜歡這種盤 因為每次壓這個就不會動 壓這個又不會動 來 散戶最頭疼的是 個股不一致 像現在一樣 會倆固造幣 高手最喜歡最高興的是 個股不一致 一直在輪動 隨時都會有錢賺 那有股票開始在盤頭的嗎 注意看喔 小心喔 不要到時候跌下來說 趙衛銘你怎麼都沒講 有喔 12345一堆反壓出現了喔 有沒有 12345一堆反壓出現了喔 現行已經不對了喔 開始在做一個盤頭了 所以你把資金套在裡面 套兩個月 套三個月 賺不到錢 你告訴我 你兩個月錢到現在 你賺得到嗎 賺不到對不對 你去看看 你現在買進去兩三個月 你賺得到錢嗎 不但沒有賺還倒賠了 所以這些股票你要避開 懂意思嗎 這些股票避開 要買知道類股輪動的方向 那你就會有錢賺喔 來 當然也有人說 那買那個喔 這個跌很深的 然後均線 月線季線剛剛翻多的 剛剛在底部翻洋的 那樣股票比較安全 比較有錢賺 我不這樣認為喔 為什麼 DOTO啊 就是買最強的股票 最強的股票喔 冰桂神術爆強不爆弱 抓對趨勢 轉強的要勇敢壓 只有強勢股成 在短時間賺大錢 所以不是去買那個跌很深的 弱勢的股票 那個是沒有用的 懂嗎 除非你看得懂 趨勢的方向 趨勢已經底部翻多的 那可以 那如果沒有 不要隨便去壓弱勢的股票喔 來 比如說今天 這兩天的一個新聞 這是 金週刊915期 寶城 鐵血公主啊 被大陸追稅 他覺得不合理 鐵血公主啊 這個太培軍 淡定 澄清 當然最近的寶城 說真的 投資人蠻屋子的 如果你去買到 9904的寶城的人 應該蠻難過的喔 為什麼 哇 他怎麼都沒有漲 大盤 天啊 漲翻天了 可是寶城 寶城 完全沒有漲 對不對 盤多久了 已經從1月盤到現在7月了 盤了 6、7個月了 不但沒有漲還往下跌 大盤 漲翻天了 寶城 完全不動 還下跌 投資朋友 所以你不要看這種股票 什麼 因為季線剛剛交叉 你不要去買這種 那為什麼這種股票不能買 張一鳴也不會去買這種股票 所以我們在這裡 我們就要跟大家提醒 沒有錯 大盤創新高也漲很多啊 可是你去買寶城的人 你看大盤漲那麼多 好幾千點了 可是你去買寶城的人 那多痛苦啊 多難過啊 對不對 完全都不漲 那牽涉到什麼 來 我講的每個概念都非常重要 你要注意聽 什麼人玩什麼股 我們以前說 什麼人玩什麼鳥 在股市把它改成 什麼人玩什麼股 唯有強勢股才會吸引高手 來買進 弱勢股都輸家在玩的 我再講一遍 弱勢股都是輸家在玩的 而且越玩越輸 那為什麼寶城 張一鳴你不會去買 我們再講 講幾張圖卡再講寶城 高手追趨勢的上市到展不動 追最強的股票啊 第一手買最便宜 買跌最深的股票 買到沒有錢為止 舉個股票做例子 不是光寶城而已 來 記得吧 宏達店1300多 跌到122 跌了9成 看你有多少錢可以買 市值增花8341億 跌9成之後 市場的這兩股票損失 8341億 看你有多少錢可以買 不死都嘛 是底部翻兩 稍微一個翻兩你就追進去 好啦 跌3成 你跌又翻兩了 跌很深翻兩了 跌很深翻兩了 有啊 一小段利潤 然後沒跑又斷頭了 你就跌很深了 又再跟你破底 一跌就是9成 市場增花8千多億 那請問下跌過程裡面 你告訴我 可以買嗎 怎麼買 不能買啊 不能買就是不能買 所以在這個市場裡面 如果是一個多頭格局 你要做多 要記得去買強勢的股票 不要去買弱勢的股票 更不要說什麼什麼底部沒有什麼翻兩了 除非你看到股神三線真的剛剛翻多 那才叫底部翻兩 不管都是跟你講翻了鬼扯的 那有沒有真正底部翻兩了 怎麼判斷 有啊 我舉個例子好了 前這一陣子我講過了 這兩股票好了 這叫新鄉 高點230跌到46 這次跌很慘 那跌到46 目前來到170 46 170 這漲兩倍多耶 那怎麼判斷這個是底部 判斷得了就不得了了 就可以翻上來就有兩三倍的空間了 那怎麼判斷 那如果能夠避開這一段的下跌 這一跌從230跌到46耶 怎麼避開這段下跌 怎麼掌握這段的行情 有沒有方法 有沒有這個方法 那什麼叫底部 這當然是底部啊 問題你抓不到啊 你也找不到啊 你也沒有方法可以掌握啊 有 其實有一個方法 全線只有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就在我手中 叫做股神系統 來同樣這張圖是一般的K線 我們把它換成股神系統 一般的K線股神系統 高檔哇 跌到這裡 這裡就是這裡 就底部這裡 來 開始有沒有發現三線翻多了 變成紅棒了 買進訊號出現了 然後就一波上去了 那除非你在這裡發現 這才叫底部啊 不是什麼月線交叉季線 那是鬼扯的 沒有那種事啊 那如果有這種觀念的人啊 什麼月線交際線就是要翻多了 那一定會去買紅打電 那最後一定會破產 在這股神系統把它淘汰了 就離開這個市場了 懂意思嗎 所以很多事情 通常只差一步 差一步但是天差地遠 跨一步成功 很多事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不跨過去什麼都不是 像考試考59分不及格 差60分 對啊就差1分而已 問題你沒有考到60就是不及格 差一點點那是天壤之別 懂意思嗎 很多軟體都有很多訊號 買進訊號很多 甚至不用錢軟體一大堆 可是像我講的剛剛講的 心象在第一檔出現買進訊號 一波下來完全沒有買進訊號的 只有一套叫股神系統 懂意思嗎 這差很多了 來 當你有本事把多空判斷變成直覺 你不用一下就可以看到 不用想很多找很多資料不用 當你有本事把多空的趨勢判斷 變成一個直覺的本能 一看就知道了 一看就知道了 這好人這壞人 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人很奸詐 一看就知道這個人很有慈悲心 他不會害人 一看這個人就知道 這個人表面善良心理詭詐 少跟他做生意 好恐怖 那如果你有這個直覺的本能 不錯喔 對不對 你在生意場上 才能避開很多的風險 那股票市場又有何場不是 如果你可以把多空的趨勢判斷 變成一種直覺的本能 同時朋友 哇 那就算進入成功之門了 來 這裡是不能買的 這裡就可以買了 一下就知道了 不用想了半天 對不對 怎麼知道這裡高檔不能追 跌到這裡是可以買的 中間有很多洗盤不要被洗掉 喔 原來就是這樣而已 那如果你有這個本事 你還怕在股票市場賺不到錢嗎 不可能啦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再回到剛剛的保城 保城 當然是被大陸追稅 合不合理我們不知道 對不對 保城跌很久了 大盤一直漲 保城完全不會漲 你看跌成亂七八糟 對不對 幾乎來到半年的低點 你看大盤是漲翻天了 所以去買到保城了 多痛苦啊 是不是很痛苦 那你怎麼知道 保城不能買 不是今天知道 你要六個月錢 你要七個月錢 你要五個月錢就要知道了 這叫什麼 這叫這個啦 就是把多空趨勢判斷 變成知覺本能 那就算你走入成功之門 請看股神系統 今天在這裡 這十號圖卡 來 懂沒有 那請問你是今天才知道了嗎 你是六月才知道嗎 你是五月才知道嗎 你是四月才知道嗎 你是三月才知道 你是二月才知道 還是你已經圓月初 來 對不起 這就是圓月初 圓月初在這裡 103年圓月 二月在這裡 三月在這裡 圓月初 來看上來 哇 不對不對不對了 不對了 這格局不對了 有沒有 那如果你在圓月初 鏡頭拉遠就知道 你怎麼可能套這七個月呢 你套這七個月多痛苦啊 為什麼很痛苦 因為大盤一直在漲啊 那你買的股票都不會漲啊 天啊 這多痛苦啊 這多沒面子 多難為情啊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有一天 你可以把多空趨勢判斷 變成一個直覺的本能 從這邊 當你有本事變成直覺的本能 那你想想看 你在股票上怎麼可能賺不到錢 你怎麼可能還在那邊 難過痛苦呢 是不是這樣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直覺的本能 當然一定要靠什麼 靠一個好的工具 就算張以銘發明了股神系統 我還是要看股神系統 因為我沒辦法 一下子 馬上就把它判斷出來說 哇這股票好不好 我必須靠一個工具來幫我 就像導航一樣到哪裡 如果你有導航你就不會迷路啊 不管你在台北 在台中在高雄 那如果你沒有 你突然到一個陌生的城市 你到苗栗去 我請問苗栗中山路在哪裡 中正路在哪裡 和平路在哪裡 你不知道啊 你沒有去過啊對不對 那如果你有導航 一看就是一清二楚 是同樣的意思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好的工具 來幫助我們在股市判斷 為什麼 我們必須有能力 有直覺來判斷 但如果是一個本能 一看就知道了 那當然你就成功了啊 或許很多投資人就差那麼一點點 你什麼都會了 啊什麼都很懂 就差那麼一點點 但是差這一點點 對不起 就是59分 59分就是不及格 雖然只有差一步 對不起 59分就是不及格 我記得當年在考分析師考試 很多啊同業 考59 59.5 59.8 對不起就是不及格 雖然只有差0.5 差0.2 對不起就是不及格 一定要考上60 雖然只有差那麼一點點 對不起 59.8 就是不及格 所以股票市場 你沒有辦法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沒有用 你必須有標準以上的水準 60分以上的水準 如果這是一個標準的話 算成功開始賺錢的話 你就是不能59 所以你必須有這樣的直覺本能來判斷 你才能在股票市場裡面獲勝 我再舉檔股票做例子 這檔股票常常有人問 來聯發科 今天又登了 這是今天禮拜二的財經版 聯發科要供這個什麼筆電 可能要跟Google合作 低於200塊美金 消息非常非常的多啦 說真的 常常我都要看到聯發科的新聞 聯發科要供4G 真正8核心 幾乎啦 這新聞其實看到不想看 聯發科穿戴裝置客戶 插位預期 那股價應該漲半天才對啊 對不對 幾乎每天都要發新聞啊 來請問股價是不是 有沒有漲 你告訴我有沒有漲 沒漲 為什麼搞了半天 利多那麼多股價不會漲 頭這邊喔 如果你看報紙的 你看報紙去研判的 你絕對掛掉 你絕對賠錢的 為什麼 你買到這裡 當年發利多 所以又掉下來 對不對 所以東西先想想看 如果你沒有本事把脫空判斷 變成一種直覺本能 你怎麼可能在股票市場成功呢 那股神系統怎麼看聯發科 很簡單啦 就是轉空啊 高檔一堆反列啊 這錯了 這股票不對了嘛 很簡單嘛 是不是 是不是很簡單的一個判斷 要多久 一秒鐘而已啊 這叫直覺本能 不需要想 不需要那個 一秒鐘都看得懂了 加者 三個禮拜三 三個禮拜三跌停板 你看加者 這可以買嘛 這一秒鐘就知道 直覺本能高手 這股票不對啦 這股票不會碰它 是不是很簡單 來 金豪科 怎麼突然跌那麼深 對不對 一個多月錢 還創新高 怎麼突然跌那麼深 那如果你不曉得 這已經轉空了 你還抱 那就套了啊 你就賠錢了 我知道啊 這股票不能碰啊 一二三四 這不對了嘛 懂意思嗎 這種股票就不要碰了 你碰也會受傷了 懂意思嗎 比如說季佳 這不行啊 你玩這種股票 你怎麼賺錢 跌到這裡幾乎跌破 半年的低點 那你到半年 這裡才知道嗎 不用啊 你高檔只要知道 這股票不能碰了 趕快出場了 是不是這樣 來 譬如說 金瑞 天啊 是不是跌到半年的低點 那請問這跌到半年低點 的背景下是什麼 背景下這個啊 大盤大漲漲翻天啊 大盤漲翻天 代表很多股票都漲了 可是它為什麼一直跌 左邊啊 那如果你買了不就完蛋了 那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個直覺的本能 你需要再思考嗎 你需要再想個半天 找資料找網路不用 你找還沒有用 你找不到答案 你需要什麼 直覺本能來判斷 當你有這個本事 你不可能買到這種股票啊 不可能啊 是不是 你一看就懂啊 當你有這樣的工具 我想對你的股市人生一定是正面的 說真的很多人都希望張藝民每天講他的股票 但是台股1700檔 我怎麼可能講到你的股票 講到你股票機會也很低 那你需不需要這樣的工具 來幫助你很清楚看到 這股票不對了 很多人說碩盒為什麼三四個月都不漲了 當然不會漲 這怎麼漲 這股票這樣怎麼漲 這一段你為什麼不要操作 來到這裡 這裡什麼時候 來 特寫 鏡頭直直看下來 3月中 4月在這裡 5月在這裡嘛 3月中看上來 3月中之後開始轉空 到現在已經7月初了 7月中旬了 34567 4個月過去 碩盒不漲 那你買到碩盒的人不是痛苦的鑰匙 為什麼 這三四個大盤創新高耶 那為什麼很多人碩盒買進去不會漲 轉空啊 轉空了怎麼漲 張藝民你會不會買碩盒 當然不會啊 有什麼可能買碩盒 那是不是很簡單一個道理 頭這邊喔 有人去買到星際科 大盤創新高喔 哇 漲翻天了有沒有 星際科 哇 怎麼逆向 那你看他買到的人多痛苦啊 所以你需要什麼 你需要這個東西 叫直覺的本能判斷 多空方向不用想太多 一看就知道了 當你有這樣的能力 有這樣的本事 有這樣的工具 你就算進入成功之門了 不然就會非常非常的遙遠 有人買了昂寶 為什麼大盤創新高漲翻天 昂寶不漲 那買昂寶的人不是很可憐 當然沒辦法啊 那如果你有苦神系統 你會今天去買昂寶嗎 不可能啊 這轉空啊 這轉空很久 已經超過半年了 不是嗎 碎頭沒有 你在股票市場你需要什麼 或許你也很棒 你也很厲害的 可是關鍵時刻 第一個不敢中壓 第二個壓對股票 很快就跑了 你缺什麼 59.8缺一點點 這一點是什麼 就是一個幫你做 最後判斷把關的工具 是不是缺這個東西 或許你就缺這個東西 差一點你就缺這個東西 有人說他買了波羅威怎麼辦 波羅威可以買嗎 你看大盤背景 哇大盤創新高漲翻天 買波羅威看多痛苦 為什麼不能買波羅威 為什麼張宇敏不會跟你講波羅威很好 轉空了怎麼買 所以你需要什麼 直覺的本能判斷 把多空去一眼就看懂了 很直覺就看懂了 不用想太多 你看就知道轉空了 早就轉空了不要買 高檔你就知道要跑 不要等到現在再來後悔 投資朋友 你是不是缺這個東西 當你有了 或許就進入成功之門了 是不是 你可以期待 也可以不用等待 明天你就可以跟我同步 擁有股神系統 我們進一段廣告 再回到現場 兩大湖 一千七百坪湖畔城堡 輕鬆價格升級豪宅大戶規格 每瓶三十八萬起金龍湖畔 兩大湖錯過不再有 二六九五七七七八 大雨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致富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大雨國際投庫 以服務為本 績效為根 專業是我們的責任 誠信是我們的理念 幫您避開投資陷阱 多空雙向操作 創造最大利潤 精準掌握股市脈動 輕輕鬆鬆 助你邁向財富人生 製附專線 02-2500-6999 02-2500-6999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聽 請用去聽 無分之 無分之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清理窗 專業復活的是島塊 尋覓性能 超越國家標準 3.5倍 有了鵝排清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很多股票不能碰就是不能碰 不管大盤漲到哪裡 不代表這些股票會漲 舉例下 再生 大盤 今天幾乎創新高 再生呢 破底 為什麼大盤創新高 再生破底 就空頭格局啊 你買再生怎麼可能賺到錢 高檔102 現在跌到45 你看這買再生賠多少錢 是不是很痛苦 是不是這樣 投資朋友 為什麼不能買 你是不是一眼就看穿了 就轉空了 不要碰他 請問要花多久 一秒鐘啊 哪需要多久 是不是 所以很簡單 如果你可以一眼就看出來 哇 那絕對是非常好的 不管現實的世界裡面 你看就知道 這個壞人 這個包場獲新 每天講拐人家要錢 一眼就看出來 這個壞人 喔 少理他 張以民來投資 喔 謝謝 謝謝 再聯絡 一看就這壞人 那少理他 對不對 那股票也一樣 你看就知道這有問題 少理他就好了嘛 懂意思嗎 你去買他幹嘛 你是一眼就看穿了 那看穿你就不要去買他 你買就受傷了嘛 那請問 這樣在股票市場投資會不會很開心 應該會嘛 來 怎麼股票漲停板 有喔 不然漲停板 好像在創新高了 為什麼他會漲停板還創新高 唉唷 三線翻多了 那你看這場股票盤多久了 盤半年了 張艷明你怎麼都不講 沒有翻多我幹嘛講 翻多我就上車了 唉唷 不錯不錯 上車就漲停板了 所以我選股票 跟看人是一樣的 喜歡什麼 跟看美女是一樣的 如果你把它變成一個本能 哇 開心了喔 你喜歡哪一種美女 當然是白白清清 全智賢 哇 好漂亮 身材好好喔 對不對 美女對不對 還是你喜歡這種美女 還是喜歡這種 看得怕死 都會嚇死人 為什麼 髒髒兮兮的 對不對 怎麼可能喜歡這種 不可能啊 喜不喜歡這種 當然喜歡這種啊 為什麼 乾乾淨淨的 選股票也是一樣啊 什麼時候喜歡他 乾乾淨淨喜歡他 骯骯髒兮就討厭他 以前為什麼不喜歡鬆騰 他就沒有乾淨啊 為什麼現在喜歡他 現在乾淨的泛多啊 唉唷 漂亮喔 創新高 這個我當然很喜歡啊 懂意思嗎 所以你問我 詐欺你會操作什麼股票 我都會操作這種股票 類似這樣格局的股票 有沒有 是不是三星泛多的格局 是不是乾乾淨淨的 不然你要哪一種 來 建橋 唉唷 好像看起來好像不是很漂亮喔 紅紅黑紅紅黑 你看股神系統就很明確了 唉唷 漂亮喔 有沒有改變 沒有啊 這三星泛多的格局 完全沒有改變啊 那你這邊很安心 你就可以爆了 台邊有一天 唉唷 這就是你的啊 一根兩根 對不對 唉唷 三根這就是你的啊 台邊一邊 創緣 唉唷創破端新高的 這是你的了 是不是 所以股票操作不難 但真的要有方法 來基亞 張艾米會不會做基亞 我跟你講我不做基亞了 張艾米會不會做至勤 對不起 我不做智勤了 有人說張愛媛你最爽 為什麼 因為你開始賣掉 好像是不漲了 有沒有 我賣掉就不漲了 然後把錢放到口袋了 哎呀好爽喔 對不對 把錢放到口袋 618我就不做智勤了 到今天 天啊 智勤跟雞啊真是可憐 跌得亂七八糟了 所以有人說張愛媛你最爽 賺了錢放到口袋 賺了錢放口袋最開心 是啊 可是你有這樣的方法跟技巧嗎 好像不是只有這些而已 張愛媛開始講空 講我不做了 股票開始好像都不會漲 一直跌了 開始講我要進場 好像股票就一直漲了 這種事情也不是今天才發生 對不對 來 原理要記得 股票多頭的時候你可以喜歡它 一旦走空 有一天也會走空放棄 一定會走空 不可能永遠漲 一旦有一天走空一定要避開它 只有在最精華那一段 跟它走一起就可以了 原來如此 那你有沒有這個能力的判斷 它什麼時候多 什麼時候空 那如果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在股票上賺錢是非常困難的 來 福能珍惜才能留得住 一眼就看得懂 才能夠保住好的運勢 哇 現在在講股市的操作啦 有沒有 再講一遍 福能珍惜才能留得住 一眼就看懂 才能夠保住好的運勢 有沒有道理 祝大家都能夠保住好的運勢 能夠擁有一套完美的操盤工具 你可以期待也可以不用等待 明天就可以跟我同步擁有股神系統 今天到這裡 明天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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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再見